對 我們還是來談選舉 最近選舉真多啊 這選舉還沒投票啦 還要等很久 還要等待一年 不過最近出現很有趣的變化 就是美國的2016總統大選 最近民主黨陣營 最近那個燥燒得很熱 對媒體來講 最近的關注真的是各種各樣的新消息 譬如說我如果沒記錯 上個星期不知道哪一天 我不知道這個 顏兄有沒有當場看轉播 就是Bengasi的那個聽證 對 聽證會 所以那個時候你有聽現場嗎 太常我都跳著聽啊 我後來睡著了 他就搞馬拉松 馬拉松那種挑燈夜省 但你覺得這樣子的民意調查變化 跟那一場聽證會 就是希拉瑀出來 為班加西的大使死在恐怖分子的系統性攻擊下 而道歉 你覺得這個對於他的支持度有影響 目前看起來是有正面的影響 因為希拉瑋其實他不只是那場聽證會而已 希拉瑋在上個禮拜 我們就可以說他是銳不可打 猛得要命 首先是上個禮拜的民主黨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總統參選人的電視辯論 結果希拉瑋非常明顯的一鳳鴨四龍 對他表現比其他人都要好 對比其他四個男性的民主黨參選人 他是明顯的是一個領先 對以經驗來講 以面對媒體的次數跟所受的訓練來講 他真的都是壓倒性的多 所以人家說他上一次面 他上次參選這種 上這種台子電視面台 是08年的時候 可能人家說他這七年好像都在練習 完全沒有lusty 完全沒有生疏的問題 不僅讓人想起蔡英文 但沒關係 所以像這樣子的辯論之後 導致的免疫調查支持度上升 有些人會講說 談話一切就是 只不過是因為你講得好 你的表現好 其他男性表現很差 那後續還有什麼樣的變化 後續變化 首先那四條龍之中 有兩條就變成四表示了 陪伴了 不但陪伴了 變成四表示了 一個前參議員軍委 宣布退學 對 羅德島州前州長查菲也宣布退選 自己摸摸鼻子 那更重要的 本來越越遇事的現任副總統 Joe Biden Joe Biden說沒有了 對 Joe Biden就變Joe Bye Bye 他開了那場選舉之後 他隔天他就發了聲明說 講個綜合的各種原因 包括他長子過世等等 他就決定宣布棄選二年 坦白講他好像王金庭 對 因為原先應該這樣講 為什麼這樣說 Joe Biden 因為他過去到現在的表現 還有這一次在當副總統的表現 其實都算可圈可點 對 很多人都講說 萬一希拉蕊不行了 Joe Biden always the second choice 對 隨時上場救援 只要他上場救援 就還有希望 但是因為顯然這一次 一個挫折之後 這個希拉蕊出現 對於Joe Biden來講 他就沒有必要破壞黨內團結 對 結果聽證 結果電視編論會 之後希拉蕊是大獲全勝 每一群就一面倒的 一面倒把他送上冠軍腰帶 對 然後黨內兩個對手退選 最大一個潛在對手 也民進受兵了 對 那接下來 就是當美國期待已久的 共和黨主導的 國會眾議院的 班加西聽證會 結果這個 希拉蕊可以說是 一娘當官 萬夫莫敵 對 但其實坦白講 之前很多人想要痛哉他 是因為這幾乎可以說是他 這個公職生涯裡面最重大的一個失敗 因為牽扯到了情報收集的錯誤 對 那牽扯到了 我記得newsroom裡面還拿這個 出來做一個舉例 對 那牽扯到這個現場兵力調度的失敗 甚至最重要是牽扯到駐外高級別官員的死亡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對 但是我們看到共和黨等於說 親權力圍剿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希拉蕊是現在共和黨 唯一的假想敵 唯一兩年 親權力圍剿 但是我們就看到說 希拉蕊還是拿出他的那種 那種兵來降狼水來塗煙 見招拆招的態勢 所以那場聽證會下來 馬上聽證會下來 然後美國媒體基本上一般的辯論 一般的評論 所以說共和黨並沒有占到什麼便宜 這個對希拉蕊 希拉蕊他其實等於說是被控方 講的念是有點類似以被告身分注定 對他來說 平手就是贏 對,投過身就過 因為在這麼嚴重的指控之下 你只要能夠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不得不然 或者是你做的選擇 可以被理解的話 那就算是過了 因為大家都會想說 你如果有犯錯 像電郵門就是一個確實的錯誤 只是這個引爆的威力不如預期而已 那班加基事件 尤其是我都沒記錯 好像是今年稍晚吧 就是那個 Michael Bay好像也要 電影也要上映 這叫什麼13 Hours 那會不會因此而加重 就變成希拉蕊得要在這次聽證會裡面 完全把它解決了 那否則電影一上 大家又想起來 阿靠就是你害的 所以希拉蕊這次的表現 至少在班加西的那一個 那個馬拉松聽證會真的很恐怖耶 他總長遠超過我的預期 他能夠在那樣子的一個馬拉松裡面 表現如常 而且沒有失敗 其實對很多的 這個 美國的媒體就講說 這個確實有這樣的體力 跟這樣子 決定重大政策的耐力的時候 是確實加分的 對 而且對共和黨來說 班加西聽證會 是你only one 你只有這次機會 你要把希拉蕊擊倒 就是這個場子 你這個場子沒有做到 你後面再追加什麼 再開什麼調查點 再開什麼聽證會 再開什麼計程會 基本上那個力道就弱太多 就差太多 對 所以等於是這個 當時像秦始皇 這個受到刺殺 一擊不中 那後面就沒有了 對就沒有了 那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看起來 來民主黨這邊 應該是我們所謂的希拉蕊會出現 但是共和黨那邊 就還在一個混戰的狀況當中 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個黑人醫生 Ben Carson 他最近有點 有點要把那個 Donald Trump壓下去的味道 因為Donald Trump其實就是 他那個照冷了 就是他一直出包一直出包 其實老美也沒那麼在乎出包 但是因為你的照冷了之後 你新的東西不會受到注目 除非 我其實超期待 Donald Trump去趕上那個 回到未來日的熱潮 因為大家都說 他長就像那個Beef 所以Beef還記得 第二集的時候說 他成為美國總統 所以如果他出來 這個互動一下 或什麼 我覺得那還算加分 不過沒有 對 所以在這樣子的整個 馬拉松長跑當中 明導大概已經確定了 我們接下來就等著 看共和黨後續的 整體運作怎麼樣 我想大家對於他的意外 還是蠻期待的 因為現在還沒有百分之百確定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反正今天先討論到這個部分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